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长安卖肉 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讨论 读大学到底有没有用 无读有偶 几年之后 同样是一位来自北大的高材生 居然通过卖猪肉卖成了千万富翁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2009年 这两位屠夫一拍一合的办事理所 屠夫学校 你看 屠夫学校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学员是大学生 其中还不乏英美留学会来的海归 这就让人想不通了 你说是屠夫学校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什么样的吸引力 让如此众多的大学生自降身价 吃苦受累的去学习 杀猪卖肉 这里是生活早餐考 让我们一起走进图书学校 去探寻其中的奥妙 半夜起床 学分割 为练臂力和准度 要垫砖头 砍木棍 咋那个菜 都没什么力气 打起来 面对顾客 还要刻意羞涩地感吆喝 豆肉炒菜 夫妻恩爱 大学生们为何自降身价 来学杀猪卖肉 敬请收看生活早餐考 北大同夫 开学校 手起刀落 干脆利落地伸手 眼前的这一幕是不是让人联想起古代刨丁解渔的典故 这几个现代刨丁是广州屠夫学校的师生 在展示他们分割猪肉的娴熟记忆 据介绍 一个合格优秀的分割师能在十分钟之内 把半片猪分门别类地分割成大排 小排 猪肘 蹄膀 猪油等数十类猪肉产品 他们这种冲神入化的记忆究竟是如何练成的呢 2013年9月2日 在热烈的掌声中 广东一号师兵股份有限公司屠夫学校 迎来了第43期新学员 欢迎各位从五湖四海汇聚在我们屠夫学校 新学期开始了 这般新学员无论是二十出头的矛头小子 还是外表娇小柔弱的女生 无一例外 志向都相当特别 就是要做一个成功的猪肉佬 不仅如此 在这批八十多名的新学员当中 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应届大学毕业生 毕业于广东海洋大学 动物科学系 毕业于嘉义学院 毕业于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 我们最高学历有硕士 也有海归 当然了也有一般的本科院校 包括一些大专人校 大家没听错 工经理也没吹牛 现已毕业走入工作岗位和刚入校的学员中 的的确确有为数众多的高学历毕业生 那么这些高材生们 为什么要在受过四年的高等教育之后 选择从事杀猪卖肉 这种低端行业呢 其实早在十年前 一则北大才子陆布宣揭示卖猪肉的新闻就曾引发社会各界对于读完大学是否应当杀猪卖肉的大讨论 时至今日正凡两方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杀猪卖肉啊 我应该不会去吧 我觉得这个职业是没有高利贵质分的 行行出状元 不可能说就做一个很老猪样 让父母去养活自己 肯定不赞同 读了四年说 用了父母那么多钱又去卖猪肉 那书不是白读了四年 我觉得现在这个就业的压力这么大 大学生卖猪肉呢 既可以解决就业 也可以在卖的过程中呢 增加一些经营和管理的经验 这真是姑说公有理 我说朋友 那么在当今社会 大学生就业普遍困难的前提下 他们应当何去何从呢 我在林广福毕业于广东培政学院 我叫黄林雪 我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 小林和小黄都是今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 也是屠夫学校第四十三期新学院当中的一员 虽说他们性别不同 所学专业有差异 也并非来自同一个地方 但大学毕业后 他们来到广州找工作 怀态的职业梦想同样是至本高原 在刚出上门的时候 我就想着我毕业之后 要找一份很体面的工作 像白领一样 去中兴上班 去高档的水基楼上班 家里面的人就希望我稳定一点 说考公务员 一个想做白领 一个想考公务员 但要想在竞争无比激烈的就业环境中 实现这样的职业理想 那真不是一个男字可以概括的 而更贴切的说法应当是 找工作难 难于上星天 去银行啊 去外企啊 那些都是比较多人去竞争 很难去进入这个比较轻松 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也尝试去考公务员了 但是竞争太大了 没有上 既然高端工作竞争太过激烈 那么就退而求其次 找些中低端的工作吧 但几个月下来 小林和小黄 还是没有找到众议的工作岗位 找了工作一直都没有落实 人家也不要我 后来呢 我就放低一点 然后我就去了一个客服啊 稍稍累的工作 当时我是不太确定 他这个产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后来我就有疑虑 然后就选择离开 之后呢 就是有找过两份工作 一份就是在实验室 做那个食品检测 另外一个就是做那个食品研发 然后我个人不太喜欢那样的工作 在经历了找工作当中的挫折与失败 内心的痛苦和挣扎之后 小林和小黄静下心来 重新拟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 通过不同渠道 他们不约而同的把目光 聚集在了广东一号食品有限公司的 一则招聘信息上 后来我在人材思想上面 看到了一份食品公司 正在招储备干部 在智林招聘网上 就看到我们一号食品的这影片公司 招那个营销处备干部 所以我投了简历 所以说小林和小黄是冲着招聘信息当中 储备干部这一职位 过五官斩六将 通过各种考核面试进入到公司 但令他们颇感意外的是 一开始并不是让他们坐办公室 去写字楼上班 而是硬性的要求他们上 屠夫学校和市场中 进行为期四到五个月的港签培训 就算你有多么高的学位 来了第一件事情 学会杀猪卖肉 但是你在这里杀猪卖肉 不是一辈子杀猪卖肉 而是你要通过在基层的锻炼 去了解基层的一些工作 逐步来掌握一些管理的思维 让我走向的管理岗位 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到底打的是什么产品 为什么要创办屠夫学校 教人杀猪卖肉呢 要想知道这其中的缘由 还得从一号土猪品牌的创始人 屠夫学校的创办者之一 陈生说起 我老家是广东正江的 一个小山村里面的农民 所以我做养猪卖肉 应该是有非常好的家庭背景的 1984年 就读于北大经济学专业的陈生 毕业后分配到了广州市委办公厅 这样的一份工作 无论在当初还是现在来说 都是一份面上有光 令人羡慕的职业 但是我在思维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发现自己可能不太适合 所以没多久 大概几年时间我就下海了 下海后的陈生摆过地摊 做过房地产 卖过白酒 凭借骨子里对市场的敏锐度 加上高学历武装的头脑 陈生在上海里如鱼得水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便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2003年 当同为北大毕业的陆布轩 被记者发现 在小县城的街头卖猪肉 引发社会舆论一片滑展的时候 陈生正在经营他的新事业 养鸡卖鸡 在电视上 陈生无意间看到了 陆布轩街头杀猪卖肉的新闻 当时陆布轩经营肉摊式的形象 做派着实让他看不上眼 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他戴着一个眼镜拿着一把刀 那个耳朵里面还夹一根烟 就那个形象纯绝就像我们 切切万万的那图书里面的一个 我看不到一点北大的那一点味道来了 看不上归看不上 陆布轩事件并没有给陈生 带来更深切的影响 然而当时的陈生并不知道 短短的三年之后 他将布校友陆布轩的后尘 成为北大毕业的第二个猪肉老 到了06年的时候 有一次在卖鸡的市场里面都装忧 我就突然发现 也许卖猪肉比卖鸡其实要大 就是十个蛋口卖猪肉 没有一个有品牌的 虽说都是北大毕业生 同样是卖猪肉 但主修经济学的陈生 显然比学中文出身的陆布轩 更具商业头脑 经过市场调查之后 陈生便着手成规模化的开创 经销自己独一无二的产品 一号土猪 按理讲土猪的肉质 好像广州这种市场 经营绝对是需要的 但是跟他相反 他吃不到好东西 绑过来我发现有机会了 我就记起来 陆布轩这件事 我说陆布轩 他能卖猪肉 我说我卖也无所谓 但是我一做就把它当作一个事业 当作一个企业来经营 就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第一波开店 我就开了六家店 绝建绝建一年以后 就差不多达到一百家联想店 由于市场定位准确 肉质鲜美 口感独特的一号土猪产品 已经推出 便迅速占领了广州市场 和大众的菜篮子 陈生也趁势朝着 土猪规模养殖 品牌连锁扩张的道路 高歌猛进 然而在一段时间之后 陈生明显感觉到企业发展 有些后劲不足 因为经营猪肉的档口 急缺刀手 推销员和管理者 确实是人才 已经变成我们的瓶颈了 根据办个屠夫学校 既可以为自己培养人才 也可以为社会培养人才 想要开办培养人才的 屠夫学校谈何容易 校舍和资金倒是好解决 但负责教学的人才和教材 又在哪里呢 这个时候 一个叼着烟卷 穿着拖鞋 杀猪卖肉的形象 瞬间无比清晰的 呈现在陈生的眼前 我说陆布贤是目前 我见到的中国最好的屠夫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他的一个档口里面 一天能卖十二头猪 我们中国的平均的卖肉师傅 一天只能卖一头猪 他的卖肉水平绝对是 到了一种神话的一种水平了 第二个呢 就是他毕竟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他能把在档口里面 卖肉的一些经验的东西 胜生为一种理论 或者是胜生一种文字 假如让他来主持 我这个屠夫学校里面的一些教学 教材的编写 应该算是最好的 2008年8月 陈生邀请陆布贤来到广州 提出共办屠夫学校的建议 两个北大屠夫一拍即合 由陈生出资办学 陆布贤专门为学校编写 二十万字的教材 他们的目标是培养文武双全 通晓整个行业流程的高素质屠夫 2009年 一所专门教人杀猪卖肉的屠夫学校 在广州诞生了 看见了吧 两位北大的猪肉佬一拍即合 居然在广州办起了屠夫学校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被称为北大屠夫 也是屠夫学校的创办人之一的陆布贤 陆先生 老陆你好 你好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陆校长还是陆屠夫 还是按照广州话说是猪肉老 杀猪老或者是其他的 叫我老陆挺好 叫老陆挺好 对 这一晃 您当年从北大毕业出去决定卖猪肉 那是几年前发生的事还记得吗 我一个卖猪肉我是1999年开始的 十几年了 大家都很关心 您现在还在卖肉吗 我是两年前就不干了 我开始卖肉的时候是为生活所迫 没办法了 生活没办法过下去了 这个就是卖猪肉这个行业 门口特别低 不需要什么本钱 所以就不自觉的参与到这行业了 您当年出名那会儿 我们看到很多报道 其实有报道说 其实说陆萱还是非常理直气壮的 昂起头抬起头 觉得不丢脸 觉得我做这个没怎么 我开始做的时候也觉得非常丢脸的 您当年一个北大毕业生 沦落到去卖猪肉 您自己怎么调整心态的 对这样现在目前我们大学生就业 他们这样的心态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先从我自己说起 我这个人是只能做小事 不能做大事的人 就是人自身有性格上有些局限 我就觉得付资一千的劳动 赚上一百块钱两百块钱 装进自己摇摆了 很实在 所谓大学生来说 不要自视太高 一些事情要从头做起 只有从头做起 这东西才是杂杂事实的 就从最基础的做起 你不要说我是大学生 我是我怎么样 我被人高一头 大约绑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像从这方面 锻炼自己 打扫那个基础的东西 几所杂事 然后有机会 再把握住这种机会 求得人生的一个非要 好 谢谢 谢谢陆布宣 据我所知 全世界范围内 这个屠夫学校仅此一家 那么这所学校的老师 都教些什么呢 学生们又能学到一些什么呢 咱们呢 接着往下看 凌晨三点 随着教官一声尖锐的哨声 图乎学校的新学员们 他们的噩梦将要开始吧 我们晚上有时候睡到 晚上三点钟的时候 睡到很山的时候 教官 吃一个哨子 然后我们就两分钟 就要集合到上面 如果 如果 如果迟到了 就要坐五十个火花车 学生每天都这样 在训练期间 那我们到了市场 它也很早 可能有的时候 基本上是五六点钟要起床 因为咱们做猪肉这个行业 是跟其他行业不太一样 新学员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开学第一堂课 不光要按照行业规律 调整生物中 还要经历为期一周的 魔鬼式的体能训练 烈热下力症 转身 操步 在这里也只是热热身 更加超越体能的训练 还在后头呢 连军训都挨不住 下面的课程 不如放弃算了 过来之后发现 真的跟大学员的军训相差很大 一二三四 早上一起来就跑了一个六千米 又做了两百个佛合撑 又做了两百个深蹲 上午的时候跑了个两千米 下午的时候就跑了个五千米 我从来都没有跑过这么多 然后跑的那个脚都肿掉了 我在想 我究竟有没有想就对了 这里是不是 就是只摸人的 当然我们在整个培训期间呢 全部是按照这种部队的这种军事化的管理来进行操作的 要求一种很强的执行能力 那么当然了 也还有他们的这种团队精神 还有包括他们的一些作风意识 纪律意识 都要求很高 先唱一首歌 还要只好对 不然的话就很晚才有的饭吃 传播做好了 照顾满意 你才可以有上一步 有饭吃 陈练早餐结束之后 稍事休息 就到了课堂学习的时间 按照规定和要求 在落座前 学员们都会把手机集中放在指定的位置 因为 学员们走出学校大门 从事的是杀猪卖肉的行业 所以 课程设置也更加有针对性 我们的产品知识呀 我们的一些营销技巧呀 还有一些宣传的 那么去跟我们的顾客讲的产品呀 等等这样一些东西 好吧 来 我们再试一次 你们一眼试 看着它 来 开始 怎样让课堂气氛更加活跃 怎样让学员们抛开休泄心理 熟练运用销售技巧 在这些方面 备受学员们欢迎的黎勇老师 都下足了工作 现在我们单纯的来 进行一个口号的吆喝 呃 刚才看到 这位吧 一号 五周五 五号叶 然后 凳子到两 哎呀 你看你这 你这样喊的话 鬼才来 对吧 肯定不行的 这样吧 我看你放不开 你站凳子上 给我站起来 芝麻开花 结结高 站得越高 看得越软 喊得越亮 对吧 我们手上有磨刀和磨杠 那个动作 对吧 受用小菜 夫妻恩爱 好 有感觉了 看来真不一样 一上一个台阶 这个感觉就来了 来 站桌子上 站桌子上 看你这个台阶 对 好 声音红亮 表情要出来 微笑表情要出来 来 再来一次 瘦肉 炒菜 夫妻恩爱 情况要好很多 好 好 我去问你一下 你觉得这个老师讲课有意思吗 我觉得他就是特别的幽默工序 因为我自己是经历我市场这个环节的 有很多案例 加上我可能讲课比较生动啊 幽默啊 这些人他就更要一起接受了 因为我觉得课堂嘛 他不需要那么严肃 活泼一点 理论要联系实际 再往后更加高强度的训练开始了 要拿杀猪刀 可不像提笔写字那么轻松愉快 杀猪刀那么重 日后要天天拿来开弓 没有一点臂力是会手软的 所以要加强针对性训练 方法就是抓住两块砖头 随着口号上下抛 误求练出两只强壮有力的臂膀 如果说你的手没有臂力 砍这个猪骨你是砍不断的 所以电砖头呢 就是为了呢 让你的增强你的这种体能 真正的实操 是从手握大号杀猪刀砍木棍开始 练习力度和精准度 因为砍木棍就像砍猪骨一样 下刀要干脆利落 尖刀口整齐 才算漂亮 才算合格 然后砍木棍呢 就是要实现 你在砍这个猪肉的猪骨啊 切猪肉 实现一种快 准 在我们的市场 它讲究卖相 你要是分割 切得不好 消费者是不买你的 老师毕竟是老师 手起刀落 一点都不含糊 再看看这班新学员 以前到底是 五文弄墨的秀才呀 看样子是剁肉馅 多过砍猪骨 今后要勤加练习才行啊 据了解 在校期间 学员们每天要交替练习 编砖头和砍木棍 两到三个小时 这样高的训练强度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砍到手都很酸很酸的 有时候炸那个菜 都没什么力气炸起来了 然后手抖的 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 就看到有些同学 他们那个脚都抬不动了 然后爬楼梯的时候 不是栏杆 一步一步往上爬 爬到六楼都花了二十几分钟 晚上睡觉的时候 那个脚都抬不动 然后要别人帮 别人帮忙 让她把那个脚 把它放到床上去 才能睡好 原来我们宿舍 有一个女的 她本来是想 在那个店面 进行一些 简单的一些宣传 或者干什么之类的 两天下来觉得 这个又不是她想要的 然后搞得自己很辛苦 这样子 后面她就拿着行李 走掉了 又是一个凌晨三点 新学员们被带到了一个 事先精心布置好的现场 眼前的情景 让他们觉得 既新鲜又好奇 请问王老师 这是要玩什么新发样呢 今天这场面是我们在市场里面 请一批老员工回来 这个示范给我们亲眼工看 怎么样去翻歌 什么样的方法 让他们回来带一下 新的员工 现在感觉还可以 所以我们对这个职业 都比较喜欢的 感觉很兴奋 看起来 也是第一次看 不觉得累 谈通熟一种 真实加免赖 比较容易做到的东西 校方安排的这样一个现场教学课程 新学员们普遍感觉新鲜 兴奋 学到了不少东西 但凡事都因人而异 有的学员自我感觉就不是那么严好 谢谢 好点了吧 好点 好多 刚怎么回事 刚刚就是看到那个场面 有点恶心 然后又想吐 然后那种红红的白白的 而12个鸡肉身材 就散发那种猪的那种气味 气味很难玩 重鼻 然后可以有反胃 不舒服 因为毕竟是做这方面的 心里有笔触的话不太好 然后老师就开头说 是不是平常那些做菜 什么的都会切猪肉 就把它想象成 一斤多的一点猪肉 就这样子平常一样的切 也没什么关系 想一下老师说的 挺有道理的 后面进行一个 分的一个教学的话 还是慢慢慢慢就适应 日复一日 循环往复 在屠湖学校 每一批学员都需要经过军训 产品知识 礼仪 营销 体能训练 分割猪肉 档口管理 等一系列为期40多天的培训 才会被分配到市场 进入到真刀实枪的实习期 还有12天就快进入 我们的学生当中 去当链这次 感觉还是挺兴奋的 是罗子是马 拿出来溜溜 但已经身处 17期的学员们 就万事大吉了吗 他们又遇到 哪些难题了呢 郑小慧 毕业于广州大学 2008年去英国读书 硕士毕业 如假包换的 英国女海归 也是屠夫学校 第42期的学员 实习期间被分配在市场里的 一号土猪档口 做一名销售宣传员 其实我的目标 理想的话 是比较倾向于管理层方面的 我觉得的话 如果想要做管理层方面 你必须要了解 基层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管理起来 别人也不一定会幸福 每天清早一出家门 小慧都要被动地 从事一项体育运动 跑步 如果不快跑 她就赶不上公交车 如果赶不上公交车 她就无法按时到达工作岗位 我这个每天早上 大概五点钟坐起来 然后要转个两三趟车 然后转个地铁 这样子才能到市场那边去 光是去那一趟 就大概两个小时多一点 这样子 你知道广州路况都很差的 屠夫学校对实习生的管理和培训 属于店长责任制 尽管小慧是一个高学历的女海归 但当问到她实习以来的表现时 生性耿直的州店长 并没有给出太高的评价 她之前来一个月呢 做得是比较好 她非常积极 非常有热情 但是呢 过了一段时间 好像没有那么积极 没那么多热情 如果说因为离家太远 偶尔上班迟到 还情有可原的话 那为什么小慧的工作热情 会变得每况愈下呢 一开始很有激情 但是到后来慢慢的慢慢的就发现 学校学的东西 并不是可能实际运用于这个实际上来 有时候十个人可能就只有一个 能过来说想买 大部分人都是觉得 这个一号土猪价值偏高 然后她就不想买 但是给我感觉有点挫败感 我们看到 在同一市场里 一号土猪几乎是普通猪肉产品价格的一倍 直接导致多数消费者不买账 也难怪小慧工作起来 会有很深的挫败感 这个看似无解的命题 应当如何解决呢 关键时刻 还得由创始人出马呀 今天比较意外的是 陈生老板来到我那个厂 然后还可以跟我聊了一下 然后我就把这种挫败感 然后跟他说了一下 跟他聊了一下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些他的亲身经历 就像汽车有奔驰有下力 那就是根据不同的这种消费能力 其实我们也不是定位在大众消费 让我觉得还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发展 一个改善这样子 这份工作我可以继续改正心态地积极一点 再去完成它 加油吧小慧 加油吧屠夫学校的学员们 不吃苦不流汗 怎样能够达到成功的彼岸呢 在这之前 你没有太多的师哥师姐 通过屠夫学校这样一个渠道 实现了他们的职业梦想 我们公司所有的高层领导 全部都是从基层做起来的 从屠夫学校到学的学妹们 希望你们可以用好这一个平台 多学东西 然后在未来的时间里 在这个公司里能找到一份自己的用武之地 我一年现在也有七八个亿的销售额 也能卖出三十万头猪来 我们从几家店到七百多家店 成为中国高端猪肉里面的第一品牌 屠夫学校是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早前的北大学子卖猪肉 引起了广泛的热议 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 你想啊 行行出状元 无论你读多少书 无非都是想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只要是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研究大学问是本事 那么擦皮鞋卖猪肉 当一个农民 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功呢 好了 这里是生活早生好 下期见 宁静的夜晚 十九岁的青年 突遭疯狂砍杀 走过来三个男生 有一个男生就拿出一把 缺西瓜的那种刀 右边没有一脚 这些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怎样的仇恨 让他们在公园行凶砍人 什么原因 让乘梁的青年 惨遭血光之灾 他会带来跟很多犯罪相 敬请收看生活早参考 摇出来的祸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